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人家发现惨死在一个优格店里面 在这段办案期间呢 曾经一度有起诉了两名嫌犯 而且他们还为此坐牢了 这两名嫌犯呢 在监狱当中度过了十年的时间之后 这个案件有了戏剧性的转折 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官 推翻了先前的审判 还释放了这两名嫌犯 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一起案件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而且这两个人是不是真的 背了十年的黑锅呢 这一起案件呢 发生在1991年 美国德州的Austin Austin是德州的首府 当时有非常多的高科技的企业 就进驻到了Austin这个地方 Austin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美名 就是戏山 就很像是这个加州的戏骨 有相对应的感觉 然而在1991年的12月6号当天 在这个前景一片 非常美好的城市当中 突然发生了一桩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案件 当天在接近晚上12点左右 有一个巡逻的远景 当他在巡逻的时候突然呢 看到不远处有冒出了一些烟 这个远景呢就循现随着那个浓烟冒出来的地方 开车开过去了 开过去就发现说就是那一间他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优格店起火了 这间优格店就叫做I can't believe it's yogurt 消防员迅速赶到现场 很快的把这个大火扑灭了之后呢 准备要进入店里来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 呈现在他们眼前的竟然是四具年轻女子的全身 然后都烧的焦黑了 查了之后还发现说这个店里面被拿走了大概美金540元的现金 经过鉴定之后这四个年轻的女生分别就是13岁的Amy Ayers 17岁的Elisa Thomas 17岁的Jennifer Harbison 还有她的妹妹也在现场就是15岁的Sarah 根据现场的验尸报告除了最小年纪的Amy以外 其他的三个人呢都被发现成是在靠近店的门后面的一个区块 Sarah还有Lisha是叠在一起的 然后Jennifer就躺在他们的两个人的旁边 那三个人的手脚都是被捆绑的 而且嘴巴都曾经有被堵住过的痕迹 至于年纪最小的Amy呢 她则是在靠近厕所的地方也被找到 她的手脚也是被捆绑 嘴巴也是被堵住的 根据法医的验尸结果就发现说 四个人都是遭处决式的 头部重担身亡 唯一不同的就是说Amy她身中两枪 其他的三个人他们都是一枪被处决 而且他们发现至少两人在生前都遭到刑警 那另外两句遗体呢 则是因为被大火烧得太严重了 导致于他们最后都无法再更进一步的做辨识 法医还从实体的弹头研判 子弹是来自两把不同的手枪 分别是点22口径的 还有点3把口径的手枪 因此他们就推测说 嫌犯应该至少有两个人 那至于这四个女孩 当天为什么同一时间都会在这个店里面呢 原因就是因为Elisa还有Jennifer就是这个店里面的员工 那当天晚上他们两个人都是上大洋班 这四个人就原本提早就约好 晚上要一起通宵办一个睡衣party 因此最小的Amy还有Sarah 就在10点左右就来到了这个优格店 等待Jennifer还有Elisa下班的同时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警方就在推测当这四个女生从10点到11点都在这个优格店里面的时候 可能就遇到了歹徒来抢劫这个优格店 歹徒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想要控制这四个女生 所以才将他们先捆绑 之后还残忍的 最后为了想要掩灭证据 所以才放火就把整个店给烧了 那同一时间还抢走了540块的美金 还有人猜测就是说歹徒一开始其实是把 这四名女子的尸体叠在一起的 但是正当歹徒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年纪最小的Amy可能当时还没有断气 她就奋力的从这一叠当中想要逃出来 当她准备要往后面厕所的方向爬过去的时候 最终呢还是被歹徒转身发现了 所以又再补了一枪 那个时候身受重伤的Amy呢 爬到了厕所那附近就断气了 让人家最无奈的地方就是说 当时呢大火非常的严重 外加大火需要大量的水来扑面 因此犯罪现场任何有可能帮助到 警方可以办案的一些线索跟证据 都可能被大水给冲走了 案情也因此就陷入了非常非常难 争扮的一个状况 在案发后几天 优格店也出钱呢悬赏25000块美金 希望民众可以来提供一些线索 警方确实在当时也得到了很多不同人的供词 甚至还有人会主动承认自己是凶手 但是追查到后面大部分都是假的供词 对调查方面是没有实质的帮助的 其中唯一一个比较有利的线索 是来自一对年轻的夫妇 案发当天晚上10点左右 他们又来到了这一间优格店 当时他们在店里面用餐 而且除了他们以外 他们还发现有另外两名年轻的男子 也在这个店里面 这一对夫妻对那两名年轻的男子印象深刻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来到了这个优格店 但是他们并不是在喝优格 他们反而在喝可乐 但是这个线索到后来也没有特别为案情 带来什么好的进展 在案发8天之后 警方就获得了另一个线索 根据另外一名宪明透露 在当天晚上有看到一名16岁的男子 叫做Pierce 戴着1.22口径的手浆 在这个优格店附近闲晃 根据了这个线索啊 警方传唤了这个当时16岁的Pierce 在警方问讯的时候 Pierce就表示 这把枪是他的朋友叫Wellborn给他的 而这把手枪据说就是 这几名女子的凶器 警方就根据Pierce的供词 就巡线去找了他的朋友Wellborn 那Wellborn失口否认犯案 而且还坚称自己真的跟这个案情完全无关 Wellborn还通过了策划 在线索有限的情况下 警方也无法真正对Wellborn定罪 但是呢 在问讯的过程当中 Wellborn又透了另外一个讯息 他有另外两名朋友 一个叫做Scott 一个叫Robert 这两个人据说呢 在案发隔天 他们透了一辆汽车 一个共出一个 一个又再共出两个 所以呢 当时警方就根据他们众多的供词 就锁定了Pierce Wellborn Scott 还有Robert 肯定跟这个 有关的 但是很快的 这个说法又被推翻了 原因就是因为 当他们传唤了Scott 还有Robert 来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很确切的证据 可以来给他们定罪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性的理由就是 警方呢通过了弹道测试 结果就显示说Pierce当时声称的那一把 作案的手枪跟现场犯案的手枪是不符合的 另外警方还认为说Pierce的整个精神状态 好像疑似不是很稳定 从他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 不是有很多的证据可以来支撑他的说法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个线索又断了 时间来到了1999年了 接此案的远警已经换了另外一个人 虽然时隔八年了 但是在众多线索当中啊 最后嫌疑还是又放回了当时的四名男生身上 也就是上面提到的Pierce Wellborn Scott 和Robert 这四个人又被重新传唤回来 在经过了又一段长期的审问过程当中 Scott好像先是松口 承认自己跟这个谋杀案有关 然后过了不久 连Robert也开始松口 警方就综合这两个人的口供之后 整理出了当天的整个翻案过程 据说当天这四个人 本来就是计划要去抢劫这个优格店 由Pierce Scott 还有Robert先进入到这个优格店 那Wellborn就是负责在店的外面 把风 但是因为抢劫的过程当中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这四个女生就不幸的被杀害 根据他们这些供词 警方就正式将Robert还有Scott起诉 警方呢也试图来起诉这个Wellborn 但是这个部分呢 因为证据又缺乏 因此就撤销了对Wellborn的指控 至于Pierce呢 在整个问讯的过程当中呢 还是一样从未承认犯案 在没有其他的任何证据状况之下 警方也只好就放他走 Robert的审判在2001年的时候就开庭了 虽然Robert在审问当中 有承认过他自己有犯案 但是在法庭上 他却又推翻了自己所有的供词 还特别讲到就是说 这整起的案件在调查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任何血液毛发或DNA 可以证明他自己跟这个案件有关 但是陪审团却认为说他是有罪 因为当时陪审团认为 Robert还有Scott 他们两个人的供词 有非常多的共同点 因此Robert就被判处了死刑 但是因为由于案发当时 Robert是未成年的 所以这个死刑呢 就被捡为无期徒刑 在Robert被判刑之后 来到了2002年 Scott同样也是被判处无期徒刑 虽然Scott在这个庭上一直宣称 当时他的口供是被逼出来的 可是呢陪审团没有相信他的说辞 2006年5月25号 Scott还有Robert的判决突然出现了转折 原因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 每个人都有权和原告对质 但是在Robert还有Scott的案件当中 他们两个人并没有获得跟检方对质的机会 而且双方的供词呢 还被当作彼此定罪的证据 所以在没有任何对质的情况之下 供词就很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操弄或影响 有人就认为说Robert还有Scott的权利就受到了剥夺 因此决定全案要重审 在准备重审的这段期间 Robert的律师呢就要求针对此案 来做一个DNA鉴定 此时呢距离案发当时已经超过15年了 DNA技术的进步当下 对这个案情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被害者Amy Jennifer还有Lissa的身上 提取到了同一名男子的DNA 而这个DNA经过了鉴定之后就发现 跟Scott Hale Robert是完全不匹配的 而这个DNA当然也跟Wellborn Harald Pierce也无关 意思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个案件 打从一开始就跟这四个嫌犯是完全无关的 或许真正的凶手就是利用了当时警方呢 把侦查的重点全部放在这四个嫌犯的身上 因此在这段期间他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个结果震惊社会的同时呢 也把这个案情就推向了另一个谜团 因为DNA比对没有match到 所以在2009年6月24号当天 Robert还有Scott才终于获得了保释 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大概10年的苦劳了 两个人在接受媒体的采访的过程当中 就有透露当时有被逼供的一个状况 甚至有一段影片有被拍下来还流了出来 原警在审问Scott的过程当中 看到就是他曾经有用枪抵着Scott的头部 是那个刀你剪了一个人吗 은那个刀你剪了一个人吗 是那个刀你剪了一个人吗 是那个刀你剪了一个人吗 和刀自己的头发了一个人吗 是那个刀 是那叫他一样 跟我来 是 你做的交通了没有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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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